有一位画家发明了一种奇异的红色颜料 别的画家没有一人能模仿他 不久这位画家死了 这奇异的红色颜料的秘诀也跟着丧失了 在他死了以后 人们在他心口上发现一个老的创伤 这就显露了这宝贵色彩的来源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若不偿出代价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